今年台北国际书展因为疫情爆发而取消 2021台北国际书展宣布即将于1月26号展开 而明年是采线上实体虚实并行 主办单位也宣布入场必须全程戴口罩 以及落实实名制入场等防疫措施 文化部也宣布首次推出每张100元的购书抵用券 将在入场时发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